2019年開出元旦第一年 那中國大陸每次逢酒 就避亂或者避動盪 大家在觀察酒的變化 不過今天一早蔡英文總統 好像也變了個人很兇 他直接兇說 防疫工作不能合作 哪來兩岸一家親 老師怎麼看 那這種說法照 政治用語就是說 如果防疫合作可以做的話 自然就可以兩岸一家親 這個想法一定是這樣子的 也就是說如果呢照獨派的立場 或者說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那基本上講 不管防疫做的怎麼樣 都沒有什麼兩岸一家親的問題 日本跟中國也可以講 我們現在好好合作防疫 日本跟中國有兩岸一家親的問題嗎 不會 因為他們是兩個國家 所以蔡總統今天講這個話 其實是非常側面的方式 肯定兩岸一家親 第一個 第一個從頭到尾 他第一次從他口中親自講出兩岸一家親 第二個就是說 只要防疫合作有做好的話 好這個他說何來兩岸一家親 但如果防疫合作做好的話 自來兩岸一家親 第二個他是認為說 現在兩岸一家親這件事情是 做的不夠好 不是根本否定兩岸一家親 現在兩岸一家親不夠好是因為 連防疫合作都沒有做到 所以當然就沒有兩岸一家親 所以我認為這個核心的點還是在於說 他對兩岸一家親並沒有否定 不然的話照理說根本 沒有什麼親不親的問題 我跟你當一個很好的朋友 可是不代表我要當你兒子啊 好不代表我就是你家人啊 沒有啊一家親有的時候也可以 這個親也可以敦親慕靈的親啊 他一家了嘛 你已經一家了嘛 他很介意一家了 因為兩岸一家親本來就跟以前我們講 就是講兩岸一家人或什麼 我們在節目也討論過說 那些定義其實中方都不要 好張老師的意思是說 我家是我家 你家是你家 我沒有跟你一家 我認為我的意見不重要 重要是總統的態度了 所以呢他第一個就是說 在這個情況下 他還是側面講這個肯定兩岸一家親 那據說他前面講通關密語這個詞 我認為他只是九二共識 因為中方其實還是希望要求 台灣所有政治人物都要承認九二共識 前幾天習近平也這樣講 倒沒有說要所有的人都要承認兩岸一家親 兩岸一家親是留給特別那些 不能夠講九二共識 或還不方便講九二共識的人講的 所以這些東西 基本上是有他的一定的專屬性 所以中方說兩岸一家親 是對台大政方針 但是他還是講 我們還是堅持九二共識 這兩個事情的這個層級是不一樣 所以基本上來講 他今天講說反案反應這個 好兩岸一家親 那麼這個馬上我看柯文哲市長 也立刻就發言了嘛 所以呢在北京的解讀 其實基本上來講 是不太會解讀成說 他們之間對這件事情 是完全不能夠合作 或沒有什麼默契的 好那這個我覺得其實新的一年 那我可不可以從你剛剛的解讀去延伸 那表示在蔡英文總統現在的國家定位裡 他認為防疫跟民生工作 兩岸是可以一家親可以合作的 但是他後面又強調主權了嘛 那就是說政治上的主權 仍然要堅持 但是民生跟其他的議題上面 是不排斥一家親合作的 可不可以這樣解讀蔡英文的定調跟路線 我想台灣從總統民選來誰當總統 基本上都沒有說台灣的主權可以放棄 至少公開延遲上沒有 好那怎麼做那另一回事 那麼基本上講 所以這一塊我覺得沒有問題 所以中方其實也很習慣說 你們這些大帽子 你們講什麼東西 那是每個人心裡如意 重點是裡面延遲的微調 這個誰講過什麼話 誰開始講什麼話 誰開始不講什麼話 這個其實來講是非常重要 因為這些人不會天天發言 也不會天天針對這些延遲發言 而且這些人的發言 不是他自己講出來的 一定都是這個念稿 甚至我們說這個稿子是不是事先 只有發言的領導人先看過 有沒有其他人看過 我覺得那個都是在兩岸來往的歷史中 其實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 所以我認為說今年 政府的立場一定是 因為今年是選舉年了 所以在這一塊來講 他一定不會希望兩岸關係出現太大 大的變動或影響 那第二個就是剛剛像汪老師講的 就是說你現在要發展經濟等等 但是台灣人的經濟 很多人的經濟是表面經濟 也就是說 你只要看到好像沒有亂 或者是人家告訴你經濟很好 或者是主要的媒體告訴你經濟很好 那麼大家就會覺得經濟很好 其實不見的是這樣 這個為什麼台灣長起來 就是說為什麼沒有辦法像新加坡 像香港 這麼靈活的在國際金融市場活動 第一個當然就是大家都知道 中華民國的商法稅法 是非常嚴格的成文法 所以要動一個是非常困難 第二是我們的司法體系 基本上對於圖利公務員圖利他人 這個是非常非常的嚴格 動輒是得救的 所以在其他國家你說招商引資 這個是視為成就的 在台灣很可能你是獨立他人 這個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那至於說我們要移撥那些資金 我也贊成了但是在資金只要一動 那你馬上可能就有很多很多的這個 這個這個質疑或批評 然後呢而且呢香港和新加坡 他沒有地方政府 在台灣誰在執政 你有中央跟地方政府 所以你必須要 所有的經濟政策 中央地方第一個不見得同調 第二個你要兼顧地方的發展 但是地方的財政 因為我們稅制因為發展一樣 其實普遍不是很好 所以你會變成說你就是 有很多財民猶言醬醋茶以外的東西 不能夠光是穿西裝 就到外面去做生意 我覺得這是一個重點 但是呢不管怎麼樣 這不代表我們就不要去進步 也不代表說民進黨沒有DNA 我認為說民進黨沒有DNA 是一個事實 但是我覺得是整個中華民國的政府體制 先天社會主義的成 那個味道很濃 不會強調要發展資本 要擴大這個經商 你去看憲法就知道了 土地現在還有很多嚴格的限制 分區的限制 不能蓋農舍 土地要增值稅 國外有增值稅這種東西嗎 沒有聽說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要發展經濟 這些腦子的觀念 反而像鄧小平先講的 你要實事求是 觀念要打破 但是目前看來 這一年內要做到這些事情是很困難 所以就只好先從政策的宣示 讓大家覺得說 我們是這個要活絡 所以蔡總統他也講 你這個我們要坐下來談 要這個兩岸之間要走向這個和平 互相尊重立場 照我來看 今年其實這些話 其實你從汪洋的話 你從以前這個國台辦主任的話 都可以找出類似的痕跡 要合作嗎 要相互體諒等等 其實都差不多的 那我和李稱文這一套 可以挽救他的民調嗎 或者挽救綠營的選情嗎 我認為挽救他的民調 對啊 因為現在一般人不會很樂觀的看民進黨 2020的選情 那民進黨2020的選情 據我的觀察是 心裡面希望民進黨敗的人 一定講不一定敗 還有希望國民黨不一定贏 心裡面覺得希望民進黨贏的人 通常都會講的比較悲觀 照相看起來 民黨要往黨了 對對對 人家高嘉瑜今天說 2019開春第一天 小英進入戰鬥模式 選舉模式 人家高嘉瑜是黨員 黨員都說黨主席進入 沒有不是黨主席 黨總統 沒有 嘉瑜這樣講沒有 他說他有沒有進入戰鬥模式 一早就起來上班 就開始講話 當然是進入戰鬥模式 這個合理 選舉模式 選舉模式也合理 他現在這個選舉開始 這作為總統正常了 所以這個基本上 但是一個人進入戰鬥模式 就代表他一定會贏嗎 這也不一定 你這樣子看衰蔡英文 我說沒有沒有 我沒有看衰蔡英文 說一個人開始很努力 進入戰鬥模式 難道就一定贏嗎 每一個候選人都進入戰鬥模式 難道每個人都當選嗎 這也不會 那你怎麼看今年的選舉模式 因為照你剛剛的分析 蔡英文能夠賣的 能夠拿到選舉市場上 那他跟安齊子大肆的 招搖吶喊的只剩下主權 稱無賣的 其實我昨天已經切割出來 台灣人熱愛中國市場 你問詹老師嘛 中國市場好不好很好嘛 台灣人也沒有討厭中國人啊 歡迎大家來買東西啊 買鳳梨書啊買鳳梨啊 開心嘛 有人討厭中國嗎 其實也OK啊 那一大堆台灣本地有去中國大陸 吃喝玩樂很多啊 那中國共產黨其實跟我們多數人 的人生沒有太大的直接關係 但是多數人不想被統治嘛 對不對 所以是很愛中國市場 不排斥中國跟中國人 但是不想被統治 對不對 張老師笑得好開心喔 都講到他的心裡頭 對啊 所以張老師 我先問問張國成老師 我先問問張國成老師 所以蔡英文拿著招牌大旗 打著台灣主權出來 打2019年這場仗啊 第一個總統選戰 基本上不談統獨的 目前來講還沒有過 也不可能嘛 也一定有嘛 總統選戰這個不談統獨 不談主權 這個基本上可能性不高啦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總統要拚經濟 光照他自己講什麼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以外 其實民進黨現在還有立法院的多數 立法院馬上也要開會了 所以你這個立法院 到底能夠在這段時間內 能夠通過哪些法案 對民生經濟有利 這個是重要的 因為像譬如我們昨天講 減稅啦 那些也是立法院通過 你現在如果立法院能夠 這個有這個魄力點 通過很多法案 然後趕快讓很多政策 就開始啟動 不一定立刻生效 沒那麼快 但是至少啟動 譬如說歡迎這個資金回來 增加這個就業 等等這些經濟的法案 其實經濟還是要靠國會 不然我這個政策講了一大堆 結果國會都不通過 根本無法沒有依據 這怎麼做 也是做不了啊 好我們廣告之後 回到節目現場